有一个少年曾经问禅师 如何才能让自己变成一个孝顺 并懂得给别人带来快乐的一个人 禅师笑着说 有四种境界你可以体会其中的奥秘 首先你在人生当中经常把自己当成别人 你就能体会别人的喜怒哀乐 然后你就能忘记自己理解别人 此事无我的境界 再之要把别人当成自己 你就会重视别人 因为人都是把自己太当回事 把别人不当成很重要的 所以能够把别人当成你自己 你就会拥有对别人的慈悲之心 而后把别人当成别人 当你把别人当成别人的时候 你就会尊重别人 你就会知道众生最重要的是 是想改变自己的环境 你就去除了我像 帮助别人改变他们的环境 你就拥有了智慧 最后要把自己当成自己 你就会懂得人贵有自知之名 自己很渺小 整天不去占有别人的利益 自己只是一个我像 你就会得到人的一生的自然和随缘 所以学博人能够认识到自己 与他人的四种关系 你一定会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孝顺 并能够带给别人快乐